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看这个位置 哈兰德 球没有能够卸好 最后还是给了门球 回摆着鸡 球没有挺好 哈兰德想做给进 索尔 哈兰德 还是吹了犯规 上盘比赛结束的邵一 两队是战成了0比0 盘带缓开了角度之后 还是厄德高 直接找前场的索尔罗特 这是哈兰德啊 漂亮 找到了哈兰德 编路的一对一 看看哈兰德怎么处理 那些之后再给到中路 这次没有能够 不过看一看昨天意大利队的34角射门 犯规 哈兰德要到了一个犯规 一个定位球 这次是史克里尼尼尔来防哈兰德 手上有很明显的拉拽动作啊 所以说裁判还是名少了 还有机会看看这次再给过来 哈兰德射门 球进了 魔人不翱 再次发威 这次的机会他没有错过 当然替补上场的队友也是给到了足够的支持 是在英超效力的名将 这个球又是找哈兰德 这个速度增 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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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unch 出